这消息来关系的是台北市在今天凌晨4点发生了这么一起连环车祸 一名百万名车的驾驶疑似是酒驾又闯红灯 先是撞上了绿灯执行的继承车 然后呢他又直接撞上了对象车道的两辆车 结果导致这四辆车撞成了一团 还有两个人紧急送衣 三辆车撞成一团卡在十字路口 肇事的就是这辆右前方严重凹陷的百万名车 驾驶被抬上担架紧急送几交 这一车获意外发生在台北市的新生北路汉长出路口 百万名车驾驶疑似因为酒驾闯红灯撞上绿灯执行的继承车 只有又失控撞上在对象路口停红灯的两辆车车 它都安静弄在它都照样 你这样照样 这两车都安静是安静是安静 停在路上的机车也无故遭殃 驾驶喝的醉妈妈酿过 受伤送衣的不只自己 机车车司机也被撞得头破血流 紧急送衣解救 而警方也将进一步厘清详细的车祸原因 这是我欲想力与之特别报道